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能用良好的心态去坦然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那我们最终会被生活打败的 俗话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言语 不仅能透露出他的个人修养 更能展现其人格魅力 我们都明白那些高情商的人魅力总会令我们折服 如果你的仔细观察 那你就会发现他们一般不会说以下十句话 第一不会说气话 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不要往心里去 很多人应该都说过这句话吧 可是你有想过对方真不会往心里去吗 有很多一不小心滑下的裂痕可能会一辈子在那 如果因自己的一句气话破坏了气氛不说 伤了人甚至是毁了自己的前程 这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这次你后悔也没用了 人生经验告诉我们的是 事后的道歉 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无济于事的 成年人要为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 气话两个字 非但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反而显示了你的不成熟 情商高的人明白三思而后勤 要是你想做一个高情商的女人 那就不要随便说气话 第二 不会说闲话 在背壁里嚼舌根 将你的一些诗人事情在熟人间传得人尽皆知的 如果我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肯定会跟他老死不相往来 爱说闲话的人通常都是没有胸怀的人 他们一般在正经领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但就喜欢对别人说三道四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能力 让他们觉得有优越感 为了能在人前显摆 彰显自己多健谈 消息有多灵通 他们总能罔顾事实 更不会把你的名誉放在心上 这样的人往往身边不会有什么朋友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人讨厌的人 那就不要老说闲话 第三 不会说大话 那些爱说大话的人 人们的印象就是不靠谱 满嘴跑火车是他们的特点 你分不清他们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他们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恶意 仅仅只是享受那种被旁人崇拜的快感 那么为自己带来的后果却是 信誉度的消失殆尽 刚认识的时候 你可能会因为吃不准他们话里的真假 还去认真的判断 但时间久了你也就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了 这些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夸夸其谈中终于将自己的信誉丢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觉得你是个不靠谱的人 请不要说大话 第四不会说怨话 遇到挫折不是抱怨老天不公 就是埋怨猪队友 却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给自己积极的鼓励与正向的引导 这样的人想来是不会有人喜欢的 你也可以偶尔发下牢骚 但不能整天怨天尤人 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将那些曾经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赶走 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待在一起 所以成功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抱怨 他们只会将自己的不如意化成前期的动力 如果你喜欢说这四句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要慢慢改变自己 做一个高情商的人 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精彩